瑶瑶公主再也不是混子了 辅助一套技能秒C位的时代来了 场均伤害2%30% 即使遇到逆风了 输出也能追凭射手和法师 最关键的是 这是纯辅助啊 在伤害高的鸭皮的同时 它还肉 它还具有功能性 说实话 这玩法再不学 我都看不下去了 那么先说一下原理啊 浴火之怒和巨人之卧 这两个打野刀的伤害可以叠加 我本以为前几天搞出了双刃核爆流孙病以后 会被当成bug修复掉 结果并没有 那我就当做机制来开发玩法了哦 现在先出肉刀 然后再做黄刀 不但层数可以继承 伤害还能提加 黄刀的伤害只有击杀或助攻决定 而姚妹随便混一下一堆助攻 很容易就能把黄刀的被动点满 巨人之卧又只受支撑额外血条的加成 巧了 这和姚妹的大不谋而合 再给姚妹配上一个痛苦面具 那在其他装备是全热的情况下 一套技能还能秒人 可能有人会说了 你一套技能打不满呀 但不要忘了 你可以骑队友啊 而且姚妹的技能都是自带追踪的 不过训练营不能叠禁位和救赎的被动 所以这里我是把鞋换了兵杖 来模拟实战的伤害 同时实战里咱们绝大部分时候是和队友一起的 所以不用担心伤害打不出来 也不用担心装备太贵辅助买不起 这套装备每一件都是独立的 诚心的会特别快 前期的伤害就很高的 这一把从飞的手里连K两个头 这足以证明前期的伤害高的鸭皮 那又会有人说了 摇到成绩没什么用 毕竟玩个摇你又不能反矣 但是我教你一招 别去先反buff 咱们先反对面的狼 会玩的中斧 一般清完线以后会去看一眼buff 但是我先反狼 对面看不到 我你看蔡文基和米拉迪看了一眼 没人反矣 又灰溜溜的跑去对线去了 没准他们还会给队友发个信号去拿和线 这样一来这个蓝buff 我岂不是十那九稳 我没想到 蔡文基会看第二眼 你这不按套路出牌啊兄弟 反野失败问题不大 咱中路走一招混到四级 有了大招以后再去跟打野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不管跟谁 对面的米拉迪都好像跟我有缘似的 打最后一滴伤害的永远是我 我真的没有故意开头 我想这应该是特别的缘分吧 对于姚妹来说 顺不顺风什么的 她决定不了 毕竟再怎么说她也是个辅助 但是相较于常规的姚妹来说 和暴流姚妹最起码逆风的时候 还能挣扎一下 强不强什么的我不好说 但是我敢说的是 她很快乐 这个玩法超级快乐 娱乐性真的是满分 恶心的要死 所以大伙多排的时候可以尝试一下 至于单排的话用处不大 瑶瑶公主单排真的很难决定胜负 不如找个野王多排试一下 你好我也好 大家都很好 今天我们来说